花莲市美轮26号上午传出了仓库大火 仓库内堆满了废弃油桶和油漆等易燃物品 警销派出了12辆消防车前往灌旧 好险油桶只是空桶 火势也在半个小时内获得了控制 没有人员伤亡 但是一场大火是烧掉了30万元左右的财物 屋主心情仍然是十分的无奈 26号早上花莲卫在华道路 囚轮一路一处专照铁皮仓库起火 浓烟直冲天际黑色一片 连太阳光都被遮掩黑色一片 连好几公里外都能清楚看见 下方队员不断朝屋子灌水 花了半小时的时间控制火势 现场乱成一团 停风在外面的货车车头严重烧毁 房子外的树木也都遭受波及 而窒息一看 水上竟还飘着一层浮油 原来这里是堆放了许多废弃油桶 有人也赶来关心 屋主是一连无奈 一场大火损失约30万元 不过幸好都没有任何人员的伤亡 我们接获报案 现场是为一个储存商库 那里面放置了废弃的油桶及油漆 还有其他的杂物 那我们总共派了12车 警医销25人到现场 做一个灭火的动作 那隔壁因为有高压气体 高压气体的住宅 所以我们先行自己主角的方式 再进行刀夹的方式 将火势顺利的覆灭 那里面没有人员伤亡 目前我们还没办法研判 是什么地方起火 那我们带我们的火吊科 进行调查后再做一个报告 好险只是空桶 不然如果放满了废油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而至于起火原因 仍有待火吊科进一步厘清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